818這場戰役,香港人打得非常漂亮,太漂亮了 可以說香港大獲全勝,中共完敗 中共的失敗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方面是他們的恐嚇策略,徹底的失敗 在818之前,中共已經在深圳離香港邊境十分鐘距離的地方 佈置了重兵,佈置幾萬武警 而且這個排兵佈陣的過程他們沒有加以保密 因為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香港人發送、釋放這樣一個信號 說我們已經準備好大鎮壓了,你們如果是不時向繼續上街鬧事 我們就要大軍過境踏平香港,香港人接受到這個信息 但是沒有被他們恐嚇到 818這一天,170萬人貿易走上街頭 展示了香港強大的民意,讓中共的恐嚇策略徹底的破產 那第二點失敗呢,就是他們想把整個運動非法化的努力失敗了 香港這次行動的這個組織者叫民間人權陣線 他們在第一次向警方申請遊行的時候 警方是發出了反對遊行通知書 那如果是繼續遊行的話,那就變成非法的了 那麼民間人權陣線沒有放棄 他們一邊把這個消息擴散出去,引起全世界的媒體的關注 另外一邊申請複核 在申請複核的過程當中 這個警方他就不能夠再毫無理由的拒絕這次遊行了 這個時候他們動了一點小腦筋,耍了一點小聰明 他們說我們不反對這次的行動 但是要做出一些修改,為了公眾安全做出一些修改 你們只能夠在維多尼亞公園來進行集會 不能夠遊行了,那為什麼他們要做出這個修改呢? 他就是想讓整個的行動產生混亂 甚至是在香港產生了這個人幾人的踩踏的事件 因為維多尼亞公園他只有六個足球場那麼大 他最多能夠容納十一二萬人 而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他們號召力特別強大 他們所號召的行動至少有幾十萬人參加 多則一百多萬,最多的時候達到兩百萬以上 那麼一百多萬人,兩百萬人聚集在一個十一二萬人的這個球場 這個公園那怎麼行呢?一定會引起混亂嘛 但是大家不要擔心,香港警方的這一點智商 這一點小聰明,那跟這個香港人的抗爭陣營的 這個大智慧比起來那簡直是微博足道 香港人這次又發明了一個新的集會方式 叫做流水式集會,什麼是流水式集會呢? 你不是給我一個小地方,不是我人裝不下嗎? 那麼我們就採取這種輪流集會的方式 第一批人進來了,那麼他們就出去 那出到哪去呢?那肯定要走到街上去 走到街上即使是回家,那麼人多的時候 幾萬人的時候,十幾萬人一起走的時候 那也就形成了一個自然的形成了一個遊行的隊伍 第一批人進來,然後出去遊行,第二批人又進來 然後又出去遊行,所以說整個過程持續了九十個小時 造成了香港的這種遊行的局面 而這次遊行又不是民間人權陣線 他們來組織安排的,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老百姓要回家自然就會形成一個遊行的過程 這是你們警方促成的一次遊行 所以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聰明 有智慧,第三個失敗,中共的失敗 就是他們想把這一次運動暴力化 引起衝突的這種努力也失敗了 他們本來是在遊行的隊伍中安排了一些便衣 卧底特務,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製造混亂 製造暴力衝突,他們甚至有一個惡毒的安排 就是讓這些卧底特務化妝成為勇武派的青年 去攻擊警察,殺害幾個香港警察 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引起全世界輿論的譴責 把整個反送中運動污名化 但是這種策略也沒有能夠成功 首先香港市民他們的數字非常高 他們發現了這些攪局者,這些挑起暴力行動的人 他們就把他包圍起來,然後移送給警察 整個過程非常和平,包圍起來就是保護他們 所以沒有讓他們有機會跟人群發生暴力衝突 甚至是沒有激烈的語言上的交鋒 整個事情就和平的解決了 那麼香港警察這邊他們也多了一個心眼 這次大家發現沒有香港的警察沒有主動的去攻擊人群 為什麼呢?因為在818之前已經有很多的消息發出去了 告訴他們,告訴香港的警察 這次中共要對他們下手 要拿他們的命來完成中共的陰謀 告訴他們中共要殺害他們了 這個時候香港的警察得到消息之後 他們主要的心思就是在於用於自保 而不是攻擊遊行的老百姓 他們知道他們現在是做了棋子了 要給人家當炮灰了 那不僅僅是本頻道傳出了這個信息 那後來也有一些香港本地的頻道 講廣東話的頻道,他們把這個信息傳得更廣了 其中有一個叫做升旗易得道的頻道 他還從香港海關的正義人士裡面獲得了信息 說從深圳已經有成批的卡車 運了製造汽油彈的材料和工具進入香港 這肯定就是中共做的這些安排嘛 反對派哪有這個能力從深圳大量的進口製造汽油彈的材料 中共警方的安排,中共的安排 警察得到這些信息之後就非常的警惕 而且這一次中共派遣出來的混入樹籠小隊的這些人 也不受歡迎,香港的警察他們相互之間已經結成了同盟 要相互自保讓中共派出來的在香港警隊裡面的 這些混入樹籠小隊的中共的特警沒有機會作案 而且這次特別值得讚揚的是香港的勇武派的青年 他們真是能收能放,這次收得非常的好 這次勇武派的青年絕大部分都是跟遊行隊伍保持步調一致 沒有落單,沒有單獨行動去和警方展開這個正面的衝突 只有到了晚上的時候一小部分人大概是一百來人 停留在街道上不想回家 這個時候民間人權陣線的這些義工做的真是非常非常的棒 他們派出了一批人去勸說這些年輕人回家 要他們跟大部隊保持一致 要他們告訴他們這次的運動 這次運動的這個主題就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 大家一定不要去和警方發生衝突 有一些義工甚至是一邊勸一邊哭 最後把所有的人都勸回去了 整個過程沒有發生任何暴力衝突 而香港警方他們這次派到維園的有多少人 一共只有三個人 所以說香港人的這個數字 香港抗爭隊伍的這種和平理性 那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欽佩 可以讓全世界都感覺到這個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的 這種自制的能力這種公民的數字 警察不在他們反而能夠更加和平 真正的製造動盪的過去在香港的警方 那他背後那就是中共 那第四個失敗是他們在香港製造假民意的努力也失敗了 他們想在香港搞一個民意大PK 想讓世人覺得香港的民意還是支持他們的 所以說在香港人民進行反送中大遊行的時候 他們也在天馬道要舉辦了一個集會 那警察估計這次集會的人只有10萬人 他們自己集會的這個組織者自己聲稱有47萬人 即使是你這個47萬人是真的 跟170萬人的這個規模比起來 那也只是這個只佔四分之一 那如果是香港這是香港真實的民意的話 那麼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中共 四分之三的人在反對中共 那這個民意就是反對派大獲全勝 那以任何國家任何地區的標準來看 這都是慘敗啊 如果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反對你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你 那你這個政權合法性在哪裡呢 所以你不搞這個集會還好 搞了這個集會就是自暴其短 非常非常的愚蠢,徹底的失敗 很多在海外的華人朋友 都很關心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都想為香港出一份力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麼樣去做 實際上做的方法非常的多 那我現在就來提幾種 像昨天溫哥華所舉辦的這場集會 跟這個中共的支持者進行PK的集會 大家就一定要去參與 我們參與了,我們人多了 我們顯示出強大的力量了 讓全世界讓我們在所在地區的這些媒體 都看見了他們報道出來 報道出來,這就是對中共的形成的一個壓力 當然我們每個人所出的力氣 所做的貢獻雖然是很小 但是大家合起來就會形成一股洪流 形成一股民意的洪流,輿論的洪流 中共不得不考慮 因為現在他們都是在一個地球村當中生活 不得不考慮整個全球的這些民意的走向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還可以通過我們的各自的渠道 向香港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我們的資訊 你比如說這個升旗易得道的這位朋友 他就通過他的一個自媒體的頻道 通過他在海關裡面所認識的人 他把這個海關的重要的信息 把中共向香港輸送 這個製造危險武器的這種產品的 這種工具的這種材料的這個信息 釋放給香港人,釋放給香港的警察 影響了香港警察的士氣 這個信息就是非常重要 這個信息不僅僅是香港人可以做 在全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都可以做 因為現在在互聯網時代,這個信息它是無國界的 我們從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信息 我們海外的華人可以從中國國內的 在你的親戚朋友,你的舊同事,舊同學那裡得到一些信息 得到的這些信息再會反饋到香港 就會影響香港的抗爭的局面 第三個是可以提供你自己的意見 那得到的信息之後 在互聯網上面得到了信息之後 大家都要對這些信息進行分析,進行顧慮 那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這種信息多元化的時代,那些有用的信息 它一定會脫穎而出 剛開始的時候它可能會被少數人接觸到 但是呢,這少數人當他們使用出來這些信息 發揮了效用之後 他們就會逐漸的被大多數人所接納 那麼就會在這個運動當中起到作用 所以誤以善小而不為,誤以惡小而為之 我們雖然我們很卑微地認為自己的意見只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但是呢,蝴蝶的翅膀可以引起風暴 所以說大家一定不要低估,每一個人的力量 不要低估我們自己的潛力 一定要相信正義,只要我們心存善念 只要我們秉承正義的原則,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後都會起到作用 作為一個大陸人,作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一份子 那麼我們有更好的,最重要的支持香港的方法 那就是要向香港人學習,學習他們的抗爭經驗 然後再把他們的抗爭經驗推廣到大陸 用它來推動大陸的民主運動 只有大陸民主運動成功了,香港才能最終 免於中共暴政的威脅,香港的民主運動才能最終的成功 所以說學習香港的經驗,然後推動大陸的民主運動 這才是最好的,最有力的,最長遠的,最徹底的 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方法 香港的民主派非常的了不起,可以說是智勇雙拳 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學習,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借鑒的 比如說這一次反送中運動的他們的主要的一個 組織者就叫做民間人權陣線,幾次大遊行都是由他們組織的 這個民間人權陣線就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組織概念 過去的傳統的政治組織都是一個精緻塔形的 這種結構的組織,最上面的是有一個領導機構 然後在各級都有它的分布,最後落實到各個基層 形成整體的動員能力,但是在中共這種高壓體制下 在中共的這個破壞和滲透下,過去幾十年香港的這個民主派 或多或少的都被分裂了,那麼形成了很多個 這個比較小型的這種政治團體,這種社會團體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的抗爭力量怎麼能夠 凌成一股神,能夠集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呢? 大家怎麼能夠擺脫過去那種各自為政的局面呢? 香港人就創造了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叫做平台式的組織,民間人權陣線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形式 它就是通過這樣的一個建立一個平台,這個平台不再是領導機構 而是一個大家聚集到一起來共同的探討問題的這個機構 沒有領導者,只有服務者,只有組織者 那麼大家到了這個平台之後 各個團體都能提出自己的意見,提出自己的行動的方案 那麼那些比較好的行動方案自然會引起大多數人的這個關注 引起大多數人的響應 那麼大家把這些好的方案投入行動之後 如果是失敗了,那麼這個方案就被淘汰了 如果是成功了這個方案,就會引起更多人的支持 引起更多人的參與,就會形成了一個運動的一個主流的方案 這就是平台式的組織的好處 那麼我們現在大陸也面臨著這樣的一個局面 我們大陸的民主派在中共的高壓制下 根本不可能形成一個全國的一盤棋在這個時候 所以說大陸將來一旦形勢可能的時候 我們要盡快的要組織一個平台式的組織 那麼這個組織就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形成合力的這樣的一種作用 我們期待著未來中國的民間人權陣線 可能是其他的名字,更帶盡的這種名字成立起來 這是我們要從香港人身上學到的一個最最重要的一個經驗 組織是一場政治運動的這個主體 政治運動不是一個個人的行動,而是一個全社會的行動 它的主體是一個組織,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組織的方案 要預先的想好,預先的準備好 一旦形勢許可,迅速的成立 一旦形成了一個有力的組織 這個民主運動就成功了一大半 那我們可以從反送中運動學到的第二個經驗 就是和平抗爭的力量 很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觀點 說中共他們是武裝暴力形成的政權 只有用武裝暴力來推翻它,大家錯了,錯了,錯了 在過去幾十年全世界人民推翻暴政的經驗 包括推翻共產暴政的經驗都告訴我們 和平的力量有時候超過了武力 從武力的角度來講,中共甚至是任何的獨裁政權、專制政權 他們和人民相比都佔有武力上的優勢 而我們要用和平抗爭的方式 和平抗爭也是一種戰爭形式,這叫做政治戰爭 我們拒絕跟他們進行武力戰爭 我們用政治戰爭的形式把他們拖入政治戰爭的這個戰場 在這個戰場上我們佔有優勢 我們如果是組織的好,我們如果是行動方案佈置的好 我們就可以擊敗他們 那即使是在89年那種場合,那只要我們組織好了 只要我們把民眾充分動員起來了 只要我們運用政治策略得當,89年也是可以取勝的 理論上也是可以取勝的 比如說如果是我們能夠及時的早期的就撤出天安門廣場 對全國其他這個階層的進行總體的動員 那麼中共在北京的鎮壓就不可能那麼順利 甚至是我們可以在全國其他的地方 形成新的這個民主運動的中心 至少是我們可以積累起一部分的力量 為下一次的抗爭做好一些鋪墊 一定不要輕視和平抗爭的力量 現在一說起何理非,在很多大陸民運通道裡面 好像這就是一個貶義詞,一定不要搞錯了 這不是一個貶義詞,何理非是一種抗爭的手法 是一種政治戰爭的手法 但是請大家不要誤解,我在這裡讚揚何理非 並不是批判勇武派 實際上在運動的初期,勇武派是非常必要的 那些和警察進行正面衝突的那些舉動是非常必要的 只不過是這些衝突一定要是可控的,一定要是低劣度的 一定不能夠造成暴力衝突失控的這種場面 那就是災難性的了,可控的這種低劣度的衝突 它有時候會形成一些戲劇性,會增加整個運動的張力 會增加整個運動吸引輿論的這種能力,引起討論的能力 這對運動的擴張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非常有好處的 只不過是一定要收放自如,勇武派不是一味的往前衝 勇武派不是有勇無謀,而是要能夠做到自治,做到收放自如 它對整個運動的貢獻那就是不可估量的 香港的勇武派在過去的這個行動當中 我覺得是值得稱讚的,雖然有幾個場合稍微有一點點失控 但是在絕大多數地方都是做到非常非常的克制 都非常厲害,尤其是這一次818這次行動當中 勇武派的這個表現,那可以說是可圈可點,值得借鑒的 未來大陸也會出現勇武派,而且他們比香港的勇武派 會人數更多,行動會更加激烈 因為大陸的這個民怨比香港的民怨要強烈的多 所以說大陸人對於中共的這種痛恨一旦爆發出來 那會強烈的多,所以說現在我們民主派的這些人 應當重點考慮的不是如何動員未來中國的勇武派 形成規模,而是想到將來如何讓勇武派 能夠形成自治能力,能夠控制勇武派的這種向前的這種衝力 把他們控制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這是未來大陸民主成功的一個關鍵 當然了,香港的這次運動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還有非常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的 但是也有幾個地方做的不是那麼完美的 那我現在提出來一下,供香港的朋友參考 也供我們未來的大陸民主運動的這些有心人 供你們參考,那第一個呢,這次最大的失誤 我個人的意見是認為最大的失誤香港民主派 是沒有做好對香港警察的攻心戰 很多地方是失誤的,我們現在實際上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和香港的警察是處於一個敵對狀態的 當然這主要的錯誤是在香港警方的那一邊 他們受到中共的挑撥,受到中共的指使 為中共死心塌地的賣命了 但是這個時候民主派無論如何要想盡辦法 來對他們進行宣傳戰、心理戰 讓他們爭取他們戰到民眾這一邊來 香港的這個民主派做的不夠 有一些動作甚至是刺激到香港的警察 向對方靠攏,向中共靠攏的,這是非常不治的 比如說像有一批這個年輕人去到香港警察宿舍那邊 去做一些抗議的動作 向他們投資磚頭石塊或者是其他的這些雜物 這種做法不能夠把警察拉到自己一邊 只能把警察推向對方 所以這種做法今後是一定要避免的 那另外一個香港反對派做的不算完美的地方 就是對大陸老百姓的這種宣傳戰、議論戰 沒有引起反對派的重視 反對派也做了一些工作 比如說在6月26號在尖殺嘴的那一次遊行當中 香港人向大陸自由行的遊客 向他們發傳單,向他們宣講反送中的真實的目的和意義何在 這個動作剛剛有一個開始就已經對中共形成了強大的壓力 所以這次行動之後到第二天、第三天 中共就要林鄭月娥宣布 The Bill is dead,送中條例,受終正行 這就是因為他們感受到這個壓力了 很可惜這次這種行動沒有持續下去 如果持續下去中共感覺到壓力會越來越大 這個時候他們不排除這個時候完全同意 或者是同意大部分的反送中的這五條訴求裡面的大部分 迫使他們讓步,這是有可能的 那麼未來大陸的運動那就更是如此了 實際上政治戰就是一個爭奪民心的戰爭 然後通過爭奪民心贏得了民意 最後用民意再來爭奪軍心 所以說這整個的政治戰主要的就是宣傳戰 主要的就是心理戰 我們要針對各個群體來做好心理戰的這種方案 這種策略成套的持續的進行心理戰的這種攻勢 但是一波一波的攻勢下去 最後一定能夠把中共的這種洗腦的系統 把他們徹底的吹垮 那個時候就是中共體制的末日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我們下次再見